很高興歡迎大家來現在這個聯席 我們大家都知道 民主的認定是在於自由與法治 依法行政是我們公務的聯合一切事件的作為 政府的市政作為 要如何讓人民知道 或是要怎麼自打來解決 就是說必須要一套雙文規範 也就是說讓人民以權利 政府的權利率讓人民知道 因此就是資本權利來講 也是滿重要的話 因此政府的話在民國 在民國九十四年後 十一年來講 其實我們是民國政府資金公開 那這個開法的目的也就是說 要讓政府的一些市政作為 能讓民眾知道 因為各位都知道 因為各位所掌控的 都是有關於人民的一些錢利儀物 那就是政府的一些市政作為 也就是說要讓人民知道 政府在為你做些什麼 那做些什麼來講 要讓民眾了解 什麼時候可以提供 怎樣方式提供 這樣才會是一個雙向的普通 因為民主的真理 也就是要讓民眾了解 政府的市政也要讓民眾了解 所以說我們這個嚴重的目的 也是說要讓各位在民眾知道 公眾上能了解說 政府的資訊 或者市政作為 要讓民眾知道 得到一個民主的進入 民主的一個信用的信用 要讓民眾監督 只要做一個雙向的互動 才能夠施政能力 造成全民的固定 造成一個雙的場面的出現 所以說政府的資訊公開化 應該是到民主 現在進入一個時代特別的發展 所以說我們要辦 今天這個聯繫的目標 那我們今天就很容器的 要給到那個 考慶的那個 武生前副委員 也來跟大家最多講解 那副委員的話 他的學金是蠻豐富的 那之前也在那個 考慶的國家文官協議 還有行政院的 工人官協議 還有東武大學的 法律雲之所 店面教授的講座 那他的專業 他的名利 都是蠻充沈在法律的方面 那就是說他連來的話 大家都到我們那個 上次中央下次地方 各公民與基階器官 去做專業的演講 那就是說聯繫聯案的話 已經有差不多一千兩百多獎以上了 也就是說 武委員把他的一些 專業的素養 還有他的紀念 來轉做給大家 讓我們大家 各位同學 也了解到說 我在執法的時候 我要執法收法 但是不要沒法 不要犯法 要準備他的境界 因為我們 為民眾來講話 在執法的時候來講話 我也有人會想說 昨天變一個差別 那就是說 議法行政之下來講話 我們國慶 如果遵守這個 區範 讓自己協議的保障 讓民眾知道我們的權力 這也是一個民主的 一個進步的發展 所以說 我們今天很高興 給這個同學 也要知道 如果也要 跟我們講給這個 政府的興奮開放 其實這個來講話 目前對我們來講話 其實也是滿重要的 政府的一些施政作為 要讓民眾了解 要讓民眾知道 我政府為你們做些什麼 那民眾也可以提供這個意見 讓我們的施政 可以達到人民所喜歡的目標 因為政府的施政 不能裹在現在的塔裡面 那就是說 應該是說 政府的行銷 我的政策 我的施政 我的作為 也就是說要有進步 變進步 所以說 這個政府執行公開話來講 對各位 都是一個前半天的 前半天的 這個是滿重要的 那希望說 透過今天這個 討論這三條主的一個 法界的一個 跟一個素養的一個想法 能讓大家 在公投 在智商上 智商上 能有所幫助 能有所注意 那我們現在 敬請這個 我們先歡迎五位 為大家 兩次我們謝謝